第七题,诱图为酮粉与氧气反应生成氧化酮时,完全参与反应的酮粉与产物质量的关系图,试问氧化酮中酮和氧的质量比值约为多少?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氧化酮是9公克的时候,我们的酮是6公克,那么根据质量守恒定律,反应前的总质量会等于反应后的总质量, 所以氧化酮的9公克扣掉了我们的酮的6公克,就3公克,表示我们的氧气是要用掉3公克的, 所以我们的氧化酮中,我们的酮的呢,当我们酮是6公克的时候,我们的氧气呢,是需要3公克, 所以他们的质量比就是6,比上3也就是2,所以他们的比值是2,第七题问我们说, 试问氧化酮中酮和氧的质量比值约为多少?我们答案选的是C2。